说这都怪到中国大陆来的毒奶粉 但是山东都庆奶精到底有没有三聚氢胺呢 金车都庆两岸产商都说法是罗生门 今天都庆自行检验的结果出炉了 它的出炉结果仍然是没有三聚氢胺 不过来自大陆消息 公司高层还是没有出面来正式说明 在山东都庆的报道 山东都庆自行检验报告出炉 产品不含三聚氢胺 结果是OK 都没有三聚氢胺 都没有对对对 是因为两边检验的产品的批次不一样吗 他们三合一咖啡里面检测出三聚氢胺 那么他们有什么证据 来证明是我们原料的问题 两岸检测结果不同 难道是送检批次差距导致 不止都庆跟金车各说各话 怪的是大陆中央跟地方似乎也不同掉 都庆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当中 被化验出含有三聚氢胺 已经造成了许多台湾厂商的庞大损失 然而何则本地的制检局 对于这里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是不是含有三聚氢胺呢 却是毫无所惜 这个是个像无二不请过 我问一下咱们相关客室 不责何则市产品检验的制检局 不但没在毒奶事件爆发后主动出奇 对于都庆最著名的生计保健食品是否安全 也一问三不知 这场毒奶罗生门 不仅大陆中央地方步调不同 两岸上至官方下至厂商 更是选择各自表述 都庆检测值出炉 疑问却越来越多 九里新闻 无企人白倩局 山东采访报道 火线